这里是自说自话的掌柜 掌柜说东周列国制 今天咱们讲第47回 城普之战的第四集 统一战线 上一回咱们讲到了 晋文宫一石四鸟 其实大家要明白如何称霸 讲一石四鸟是给大家讲如何称霸 一说到称霸 有时候我们就总想起武力 想起征服 是吧 称霸这个词是和武力相伴 它的同一词就是征服 但是其实跟大家说不是 在很多情况下 这个霸主跟大家说 并不是最强悍的那个人 大家往后体会吧 称霸这件事 我们今天一说都是说军事 你有几条航母 你有多少五代战机 你几个小时能打遍全球 但是在春秋 我们看到了三个霸主 都不是靠武力称霸的 齐桓公靠富族称霸 宋湘公靠贵族范儿称霸 跟大家说 晋文公靠好人员称霸 都不是靠暴力的 军事当然是必须的手段 但是最终这不是唯一的办法 称霸什么是霸主 大家都想过上像齐国那样的好日子 所以齐桓公是霸主 大家都羡慕那种贵族范儿 因此宋湘公称霸 当所有的人之间都充满矛盾 那么大家共同的朋友 晋文公称霸 不是谁胳膊粗 谁称霸 有钱人可以称霸 最有钱的人 你就是霸主呗 有地位的人 你可以称霸 血统高贵 现在跟大家说 晋文公告诉我们 制造矛盾的人 也可以称霸 而且居然 这叫统一战线 楚军 在楚国的这个 在宋国的储君 不肯撤去 在这样成谱之战 跟大家说 就以后就不可避免 当楚王拒绝了齐国和秦国讲和的时候 统一战线就形成了 现在宋国晋国 齐国秦国 已经组成一个统一战线 他们共同的朋友晋国 成为盟主 不是晋国最强 而是只有晋国和所有人 都是哥们 外交战没有到此就结束 没有到一石四鸟就结束 而是在继续 楚王啊 虽然这一回被崇尔带沟里了 但是楚国林迪的大将 肯没有含糊 是吧 他知道当前解决一切问题的钥匙 就是宋国 只要打下宋国 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对宋国都城的围攻 在这个时候达到了白热化 同时 楚国的外交上的反击战也开始了 这个世界 我跟你说 其实聪明人太多了 谁比谁傻呀 是吧 掌柜认为说晋文公 我说他聪明 其实只是在一件事上 晋文公对于人心的把握太高明了 他算计啊 但是他没算计 但是最终呢 这是一个贵族的算计 就因为试点不同 你看 你看楚国的外交反击 其实也非常高明 楚国在感受到了这个反楚联盟的形成以后 立刻楚国就公开表态 楚国无意灭亡宋国 是吧 楚国反对任何形式的灭国 反对武装干涉他国内政 尤其是反对一个国家吞并另一个国家 如果晋国退出魏国和曹国 那么楚国将退出宋国 这个说法真的是太高明了 你有读懂吗 这是倒打一耙 这件事的本质是楚国打宋国 可是现在楚国这么一说 矛盾突然集中到晋国要吞并曹国和魏国 楚国一下子成为这些小诸侯利益的一个拥护者 一个维护者 晋国他搞吞并 你们怕不怕 我给你们撑腰 老大我为了曹国和魏国 我可以放弃自己的利益 宋国你们看 只可下 但是我为了你们 我选择放弃进攻宋国 楚国一下子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楚国在试图组成一个自己的统一战线 楚国现在说出来的这个这个说法 比晋国私下达成的那些阴谋诡计相比 楚国更高尚对吧 更有说服力 因为楚国说的没错 晋国实际上被打中了痛楚 因为晋国现在占据着曹国魏国 这是很不得人心的 但是这几个大家没有指责晋国 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们共同反对楚国 所以对晋国的这个吞并别的国家的行为 他们视而不见 但是很多周围的这些小诸侯的心中 他们对晋国充满了恐惧 历史上晋献功灭国时期 是吧 这是这是他老爸这个行为上的污点 这在咱们今天看来 灭国时期 这是一个就灭亡了17个国家 这是这是一个帝王的伟大业绩 但是在春秋人的心中 这是一个国王的巨大污点 你不贵族 你不守规矩 面对楚国的这个指责 晋国现在怎么办 历史上的正义与邪恶 怎么说呢 此刻就是考验你的时候 你有没有意识到 楚国说的是正义 不管说楚国背后是不是司机 但是他说出来的这个话 每个字都代表正义 晋文公面对这样的义正言辞 怎么应对呢 告诉大家晋文公 是用邪恶最后战胜的正义 凭什么 凭楚王心中也有邪恶 他那个正义都是嘴上的 行动上你看还是私心 就是这么句话 楚王现在 咱们从后来看 楚王现在要是如他所说 他现在立刻就从宋国撤去 那晋国也只有撤去 否则的话 晋文公将面对的是万夫所指 但是楚王有私心 他说的那个都是术实计谋 所以楚国温森没动 在宋国没有撤 而是继续进攻宋国首都 嘴上的正义 心底里 大家谁也别说谁 这样晋国就有了反击的机会 晋国怎么做 晋国立刻就找到逃跑的那个魏国国军 还找到了这个曹国的国军 曹国国军不用找 现在被晋国关着呢 晋国现在公开表示 不会吞并这两个诸葛国 而是以后将支持他们复国 这两个国家也很轻易的就接受了晋国的条件 以后不再服从楚国了 我们是中原国家 我们跟晋国结盟 这叫打脸 对吧 现在这是一个时髦的外交术语 楚国为曹国卫国出头 可是最后曹国卫国却说不用 我们以后是晋国的盟国了 楚国愤怒 其实就是这样 几个回合下来 我们看到在军事战争以外 晋国所打的另外两场战争 异常就是争取盟友 晋文公给我们展示了 怎么挑拨 怎么通过制造别人之间的矛盾 最后形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统一战线 另一场战争就是争取大多数人的支持 所谓的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意义就在这 是吧 晋武晋文公给我们 给我们展现的不是 不是所谓的正义啊 而是私下的交易 他对于人性的掌握 大家去体会这段数 真的超过一般 这是很纯很纯的数 是手段 为什么呢 因为曹国和魏国的故事 我跟大家说 这算剧透 没有完 晋文公现在是忽悠他们的 到了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原本就是算孤家寡人吧 原本孤家寡人的晋国 现在拥有了三个铁杆的盟友 四国组成一个钢铁联盟 齐国 晋国 秦国 宋国 晋国 现在是盟主 而北方诸侯 以前这些 这些北方诸侯 在楚国面前是敢怒不敢言 现在看到啊 晋国处处都行仁义 于是这些国家有了动摇 一旦这一战啊 楚国战败 这些小国将随风倒 但是目前的楚国 可并没有意识到这些 他现在处于愤怒中 他愤怒于 宋国的强硬 更愤怒于魏国 曹国 临阵倒戈 楚国 在宋国的集团 这个时候向楚王提出增兵要求 要求增兵 然后一举击败晋军 但是他们这个时候还不知道 齐军和秦军 在他们向楚王求援的时候 齐军和秦军 已经从各自的国家开拔 正在走向晋军的路上 楚王给派来了 最后楚王只给派来了几千老弱残兵 实际上这就是一句话 不用给你增兵 你的兵力难道不够吗 于是楚军在会合了四个小国 拥护楚国的四个小国的兵力以后 组成一个五国联军 放弃了对宋国的包围 北上 向盘踞在曹国境内的禁军 发动了进攻 楚军是进攻 他主意 禁军是防守 大家千万记住一件事 城府之战 最后晋国一战成名 让天下贵族归心 为什么 因为在这期间 晋国打的每场战役 晋国都占据了道德制高点 从一开始 为什么打魏国 不是因为宋国 是因为当年魏王对崇尔不好 为什么打曹国 也是因为曹国当年迫害崇尔 是吧 这是复仇 在春秋 我跟你说 在春秋 复仇是一种很正义的理由 发动国家战争 说我因为复仇 而发动国家战争 这是可以的 而且这是一种很高尚的行为 是贵族之间 就应该这样的 晋国最后复仇成功了 但是他没有灭国 他最后支持这两个国家的人民 自主的选择道路 这两个国家最后选择了离开楚国联盟 加入到晋国联盟 这个最后 这个以炫耀武力压迫别人的楚国 他先是进攻宋国 然后呢 然后丧心病狂 拒绝了两个老诸侯 齐国和秦国 这两个了牌贵族国家讲和 要把战争进行到底 要毁灭人类 当曹国和魏国两国人民啊 选择自己的道路以后 他们自己选择的支持晋国呀 楚国在这种情况下竟然 悍然发动战争要消灭这两个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 中原国家忍无可忍在禁国的带领下 为了自由与生存展开了一场反侵略战争 掌柜从历史书上读到的就是这样一场成谱之战 不对吧 是不是 明明这是一场三国演义 三个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再争夺 可是讲着讲着连掌柜自己最后都信了 晋国是正义的化身 他是反侵略 可是 可是对吗 你细一下 不对呀 是吧 这场战争 宋国不是受害人的 是宋国首先进攻鲁国引发的战争 对吗 大家把这书往回倒几回 你听听 是宋国最先挑起的战争 宋国不是受害国 他是战争的发起国 对吧 晋国 晋国那哪是反侵略 这简直就是笑话 他是侵略者呀 他占据着魏国和曹国对吗 他怎么会是反侵略 糊涂了 没关系 有时候讲不清 谁有理的时候 是吧 掌柜心里就就跟自己说 锦文公啊 咱们不说他的好坏 咱们就说他是个聪明人 好了 这一回咱们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下一回咱们开始讲 退避三舍 好 感谢观看